今天我们继续来做《长寿沙拉》这本书当中的西兰花鲜虾白煮蛋沙拉 《长寿沙拉》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医学博士,分子遗传学专家 他建议在日常饮食中加入一道长寿沙拉,就可以提升免疫力,积退活性养,预防生活方式病,抗炎延缓衰老 在这个食谱中,西兰花不用水煮,而是用微波炉加热,可以防止维生素C等可溶性燃养成分的流失 炒扁桃仁片的时候记得看着点火,视频当中火有点过了 白煮蛋一个切成四半,最后就是把所有的食材组合在一起 先用混合好的酱汁,把西兰花和剥好皮的白灼虾拌一拌 之后摆上鸡蛋,撒上扁桃仁片就可以了 书中对这道沙拉的长寿效果描述如下 虾肉中的虾青素,扁桃仁中的维生素E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,有助于延缓衰老 如果你也想在每天的日常饮食当中加入一道好吃又健康的沙拉,不妨看看这本书